许先生说 1月3号他通过招聘平台联系了一家公司 应聘招商经理岗位 经过两次面试和对方约定了入职时间 第一次面的人士 8号的时候说让我直接过来跟他老板聊 聊得比较好 意思就是叫我过几天上班 人士是跟我讲叫我15号上班 对方公司名称是杭州罐罐饮业有限公司 许先生提供了跟一位工作人员的聊天记录 1月10号对方表示 周一9点半过来可以 1月14号周日晚上8点多 对方问他方不方便通电话 人士给我打电话 突然说就不要招人了 然后我跟他讲 我说你这样子拖了我将近11天时间 对我别的工作都退掉了 而且年底现在也不好找工作了 采访时 之前那位工作人员已经将许先生的微信拉黑 许先生希望这家公司做出赔偿 找到杭州罐罐饮业有限公司的办公地点 一楼大厅有门禁 大厅的工作人员表示需要有对接人 才能访问大厦内的公司 招聘平台上登记了 罐罐饮业工作人员的联系电话 记者向对方核实情况 对方表示会将情况反映给公司 截止发稿 记者没有接到进一步回复 许先生后来反馈 公司方面跟他进行了沟通 答应了他的赔偿要求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